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新的内容 上一节课呢 我们介绍了 如何从这个TXC中读取这个文件 到我们这个GUI 以及如何将我们GUI中的这个文本信息 写到这个TXC中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向这个Office开刀 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从这个Word文件中读取文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就是 向Office开刀从Word中读取文本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目标呢 就是掌握Python访问Word文档的这个方法 这个访问呢 它有两种方法 后面我们会介绍 这访问呢 它也包括读和写 那么我们其次要掌握这个 获取文件名后缀的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Windows系统 它是自动隐藏这个文件后缀名的 所以我们这个程序中呢 可以直接获得这个 我们文件所在的这个路径这个全称 也包括它这个后缀名 所以我们可以跟着这个文件的后缀名 来区分这个文件的这个属性和类型 最后呢 我们还是这个老生常谈 就是解决文本处理中的这个编码问题 编码解码问题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 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第一项内容 Python读取这个Word文本 Python读取Word文本 那个比较直接的一种方式 在Windows平台下呢 可以通过这个安装这个 Win32.com扩展包 那么这个扩展包呢 提供了Python对Windows 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个访问的 这么的一个接口 那么因为它这个通过名字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Win32.com 它只是对Windows平台有效 那么 虽然Python是跨平台的 但是它有些扩展包 只能是针对特定平台的 所以这个扩展包呢 你到MacOS下 或者是在这个Ubuntu下面 这个扩展包就彻底失效了 它的实现机制呢 就是调用Word的这个应用程序 就像我们用户在用这个Word程序一样 它只不过是用Python脚本 去实现这个打开Word程序 然后读取这个Word文档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从第一项开始 从这个Win32.com这个扩展包开始 使用它来调用这个Word程序 然后读取一个Word文档 并且呢 把这个Word文档内容显示到我们 上海杰克提到这个读航文框内 这个文件操作呢 遵循着一定的规则 这个Word的操作也不例外 我们打开文件 读完文件之后呢 一定要记着把这个文件关闭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操作怎么进行 今天我们这个内容 还是只在这个Eclipse下进行 好 我们先打开这个Eclipse 看一下它这个启动界面 然后也同时感受一下 它这个缓慢的启动速度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由 用Java实现的 它这个启动的时候呢 是非常缓慢的 我们可以这个时候上个厕所 泡杯咖啡都可以 那么Python呢 它读取Word文本 我们这节课主要是介绍两种方式 那么第一种这个 WinCeler.com呢 属于一种通用的方式 它不仅可以读取Word的 也可以读取Excel 也可以控制其他的 Windows平台的这个应用程序 那么这节课我们不会展开来讲 只是介绍我们改进去的 这个读取Word文本 我们还是从我们最 最常用的那个打开文件开始 我还是把这个改过来 这个讲课的时候要把字体改大 但是写程序的时候 这么大的字体就不方便 所以经常要改来改去 我们直接找到这个 打开标签的这个 曹函数 上一节课我们直接从这里边 打开了一个Word文本 然后呢 把它这个内容读出来 显示到我们这个GUI里面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是要打开Word 那么打开Word之后呢 我们这个 打开文本的这个就跟它冲突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下处理 我们这个 MyFilePath 是可以获取到 我们选定的这个文件的 然后呢 在这里边 我们把这个文件名字 打印了出来 这一行 打印出来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 根据这个文件名的后缀 进行一下区分 也就是我们这节课讲的这个 根据文件名的后缀 去区分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如果 我们返回来的这个文件名 它的 后四位 是这个 .doc 或者 它的后四位 是这个.docx 也就是说 Word07之后的这个版本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Word去打开它 好 我这里的先写一个parse 暂时不去操作 一会儿我们实现 那么如果它不是Word的呢 我们就看它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上一节课 所操作的这个txt文本 所以还是一样 我们去检查一下 它的这个后四位 是不是.txt 好 大家注意好 这个 Python的这个 字符串的这个切片 这个是倒序切片 就是反过来切 反过来切这个负字 是因为这个.txt 一共加起来是四位 包括上面的.doc也是 那么这个呢 .docx呢 这里就不能是负四了 应该是负五 好 当它是这个txt结尾的时候呢 我们就进行上一节课的操作 把这行整体缩进一下 那么如果这两个都不是 这里其实应该 这个弹出一个对话框了 我们这里就直接给它弹出来算了 qmessage box 然后给它一个information算了 就不再搞警告了 这里图方便了 这里打一行不支持的文件格式 好 那么如果它是txt的话 就执行我们上一次的这个操作 如果它是word的呢 如果它是word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从这个 Win32.com里边 哦 它都不出来了 导入这个client 然后给它取一个别的名字 叫wc 这个wc不是厕所 而是这个word的client的简称 当然你把它当厕所 也可以无所谓的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对象 叫word word它这个引用什么呢 引用这个wc里边有一个 dispatch 好 这里又补权了 自动补权之后呢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把这个我们不用的删掉 这里有一些是我们不需要的 好 这是六个小括号就好了 那么我们要传递给它一个应用程序的名字 这个应用程序的名字呢 这里我们就 要注意第一个字母大写 word点 application 好 那么这里顺便提一嘴 这个wc wc 它是可以调用任意的这个windows程序的 那么你如果这里想对一个cell操作的话 很明显 这个word应该换成一个cell 后面这个application是不变的 当然这个内容呢 下节课我们会介绍 下节课我们介绍一个cell的时候呢 不是通过这个wc wc 来操作的 这里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然后 引用完这个应用程序之后 那么我们要设置一下 因为我们是使用这个office去打开一个word文本 所以其实是这个操作是可以从后台进行的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是否 那么是否可见这个我们打开这个文本 也就是说是在后台进行 还是前台可以看到 这样这个office打开了一个word文本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把它关闭 就是我们不要看到这个打开的这个 那个office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打开一个word文本 那么取一个名字 就叫买worddoc吧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word的程序 word的程序里边有个documents documents里边有一个方法叫open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个 我们测试的这个文件的名字 那么我们这个文件的名字呢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flpars 好 打开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里边的文件进行读取 那么这个文件怎么读取呢 它word的是这个一行一行的 所以我们要首先读取出这个 word文件里边的这个段落数 定义一个变量 叫mycount mycount这边等于什么呢 我这个文档 就是myworddoc里边的这个段落数 叫paragraphs 这里边paragraphs有个呃 变量属性叫count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把这个值付给了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循环了 for i in range 好 range stop 把它补圈了 那么我们就进行这个有有多少个段落就定义多少次循环 循环之后我们要进行循环读取 那么我们指定一个变量 叫myparagraphs等于什么呢 myworddoc 然后paragraphs 然后paragraphs对于每一行传入这个变量i就是所以 然后寻找它的这个range变量 那么我们把这个打印出来看一下 保险旗舰我们还是用unicode去打印吧 好 那么这个操作就完成了 这个循环之后呢 我们要退出循环体外 把我们使用的这个文档 关闭掉 关闭就很简单了 close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操作是否成功 为了验证这个程序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 需要在这个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测试的文本 测试的这个word 我们新建一个office去名字test 然后写入 这是一个测试 然后在五尺的做个小广罐就来自麦子学院啊 然后测试能否打印 都敲几个回车符 然后新建完之后我们把它关掉 运行程序 打开文件 找到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word的文本 在这个工程下 哎 出了点小问题啊 嗯 嗯 就把它关了吧 嗯 我们看一下哈 这样 把这几句 拎到外面去 放在这个槽的最开始 刚才这个应用程序卡死了 刚才这个应用程序卡死了 我下边是不是引用word了 没用 我们再试一下 试一下打开文本 可不可以 文本 我 我以为我们情绪丝 我们经常上代试 用程序卡我,我又是新建权属于 升程序卡我,我们在这个行赂 �用程序卡,我们在这个行赂 处理到这里 那么有一个小错误 这个上讲课 这肯定是这些课我们改出来的 已经指定到这个文本了 这个不要紧 我们先不理这个 好 这边有个小问题 他这个没法掉用这个程序 好 我们来收拾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 打印出来的这个 文件名字是这样的 用正写杠实现的 在Windows下 这里要做个处理 把这个文件名字改成这个 反斜杠 先强制转化成unicode 然后再把正斜杠 改成反斜杠 看一下这样还会不会卡死掉了 哦 有个错 unicode的消错 OK 这边呢 出现了第二个错误 叫ask code carned incode character 这个是 常见的这个编码错误 我们看一下这个错误 我只要发生在哪一行呢 在print这一行 那我们把这个去掉 不让它强制转化了 OK 那么看到这个程序呢 已经被直接打开了 握着程序被直接打开了 这跟我们预料的又不太 现在不是很一致 那么这边还是 报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先把它关掉 把这个word关掉 刚才这个程序卡死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这个windows 这个路径分割服务 它使用的是这个反斜杠 而不是正斜杠 所以我们要把程序中的这个正斜杠 通通替换成反斜杠 这个反斜杠呢 还需要加入一个转译服务 这个是路径的反斜杠 前面的这个是转译服务 所以是两个反斜杠 好 这边呢 出现了点问题 就是这个一直打印的时候 打印不出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 这里边打印的有点问题 这个是 mypr.text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好事多磨啊 ok medeter先不管它了 这是我们改出来的错误 把这个随大化看一下 这一次呢 word没有被打开 因为我们设置的默认就是不打开这个 握着2007这个程序 或者你电脑上说是2010 可能它打开的就是2010 那么这边显示我们按的是打开按钮 然后 这个是我们DOC的这个路径 然后我们把这个正写杠换成反应杠了 然后呢 把这个文档中内容打出来 这是一个测试 无耻的小广告 来自卖子学院 测试能够打印 这边都完成了 下面这个bug呢 是由于我刚才改程序改出来的 先不理它 所以这一步呢 就操作完成 那么 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通过这个文件后制名 判断这个文档是DOC还是TXT 根据这个文档的后制名不同 进入相应的这个处理函数 然后呢 使用Win32.com 调用这个word的这个操作成 应用程序 使用这个应用程序呢 再打开我们指定的这个 MyFilePath指定的这个文件 这Qt反回来的这个叫QString 它跟我们Python中 直接用的这个String还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它强制转化成这个unicode格式 并且要替换正斜杠为两个反斜杠 这些都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里边 读取这个 打开这个文件 读取段落 然后在每一段把这个文本打印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操作 使用完成之后 把这个文本关闭 好 那么今天可能 这个一节课讲不完这么多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上半节课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